好這個時候 這個蠻推薦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有 哈囉大家好好久不見 我想應該已經有好幾個月沒見了吧 在這之前呢我一直都因為 工作的關係所以 讓頻道稍微有點停滯 但是呢其實這個頻道其實還是在的 但是因為為什麼沒有出影片呢 因為我也是真的很久沒有打7彈 然後前一陣子時間差不多比較有空 然後我終於回來 又可以好好的認真來打一下7彈了 然後當我打開來以後呢我就發現說 真的太久沒完不行欸 因為真的已經非常生疏了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要開始復健一下我的這個7彈 然後我就發現我的搶魚模式呢 一直都還在S加7還8吧 那我就開始慢慢打慢慢打 然後終於呢在這個 復健完畢的時候呢已經到了這個X 所以等於說現在已經是4X的階段了 那因為很久都沒有做7彈的影片了 所以我覺得呢我想要從0開始 等於說我們在一起回到之前 我在做那個戰後分析的那個時候的影片 那也可以讓大家看一下比如說 呃分享給大家在搶魚啊 或者是不一樣的模式下呢 我們是怎麼樣一步一步打到X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 因為我自己也想要回頭來看一下說 欸我們在打的過程中有沒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看圖說故事又回來啦 好的那這個廢話不多說我們就準備開始吧 但大家一開始之前大家有沒有發現到這個 嘖 這個 這個我現在還只是S加9而已欸 這是不是有點太過分了 他直接給我一個2080欸 2080 2080已經是X的的的的的的Level了欸 這個平均2080欸 因為正常來講呢X是在2000以下 所以2000以上的就已經一定是X等級了 我一直覺得這個系統判定很奇怪 我在打搶魚S加9的時候幾乎每一場都是2000分以上 嘖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實在太不公平了 好那我們就先開始吧 好的 那我還是那個一開始 我還是用回我原本的這個紅雙槍喔 就是 呃 這是我用我這次的配備是 那個擬三雀的 對我們之後再跟大家講解一下 好 可以看到 呃 我們這一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先來看一下對方有什麼 黑水桶 紅雙 壽司 跟蠟筆 所以呢 以攻擊距離來講的話呢 紅雙槍可以跟我PD 那黑水桶也 差不多可以跟我PD 所以這兩個 呃 在這個對三的距離的時候 可能就要稍微拿捏一下了 好 OK 那這個搶魚這個場地呢 這個 船 這是海盜船嗎 一開始呢 我現在都習慣走上面喔 那這個 鮑魚這件事情呢 是在搶魚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這個魚破 魚魔破的時候 它可以波及範圍其實蠻大的喔 你站在我現在這個位置上 基本上應該是會被炸死的 所以說呢 就是一開始呢 這個魚魔能不能破呢 其實也蠻重要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狀態 如果它是破不了的話呢 就是 趕快往後退 避免死亡啊 好OK 現在看起來還可以 我的目光還OK 我就決定先往前去做這個進攻 好的 OKOK 蠟筆嘛 呃這個 剛剛這個齁就是 呃我最近在 應該說之前在打 回來復健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看一些高手在打 他們其實在追敵人的時候 其實都追的蠻緊的 就是他們不會 怎麼講 就是 比如說我們遇到敵人可能會 打不過我們就落跑 可是他會有一點 窮追不捨的 然後甚至呢 可能會用就是驅射 比如說 敵人在 好假設敵人在這個後面好了 比如說我們站在這裡好了 他可能會往上射 然後讓那個墨水這樣掉下來 然後打到躲在後面的敵人 結果我發現 現在幾乎好多人都會這一招 你根本很難躲在 比如說 比如說我現在躲在這個地方 好了 他從上面他就用驅射這樣往上射 然後墨就這樣下來 就可以殺死了 所以這個是一個 需要練習的技巧 但我覺得其實還蠻不錯的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這個已經嚴重的墨水不足 這個就是呢 呃很多這個在學院裡面的朋友 也會問到啊 就是或是網路上很多人都會說 要山雀啊 就是可以 33.3啊 然後打到 100 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很容易墨水不足啊 就是 像我現在這樣 就一直卡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所以這個 墨水管理還是很重要的 欸大家剛剛有沒有看到就是 欸我們回 往前倒一點點 好了 欸欸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裡有一個 就是這個漁魔破 他躲在這裡 他就被我炸死 他就被炸死了 你看喔 有沒有 所以這個漁魔破要非常小心喔 因為通常 漁魔 他破漁魔就是進攻嘛 然後你剛好又死掉 直接少一個戰力 喔這個 完全是賺到喔 好現在對 呃 搶魚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時時刻刻都要注意一下 魚的位置在哪裡喔 好好 啊這個準度不是很夠 OK可以 這個這個剛剛的這個 死掉這個喔 就是 我覺得 應該是說 其實我的距離拉得太短了 這應該再拉長一點的話 然後準心如果再放 可能在這一個位置的話 應該 就有辦法再帶走一兩個人了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推到6了 這個 通常來講推到6 基本上勝算很大 可是有很多很多的場合就是 呃 你的隊友啊發現已經推到6了 然後他就覺得贏定 然後就 鬆懈 然後 往前狂衝啊 之類的 那現在這種場合啊 我建議大家喔 躲好 就是我發現這個 氣彈玩到後面喔 真的是在玩誰比較心機 然後這我剛剛已經miss掉 他從右邊 繞 跑走了喔 但是我的隊友也已經擋下來了 就是 玩到越後面的高手就是越心機 他就是在適當的時機出來 然後殺掉你 然後讓你沒有辦法把這個 這個比分追回來 蛤 我都已經殺到家裡了 這種就很危險 你一下子讓敵人把魚直接送到家裡 欸好 這個隊友把魚送死也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喔 喔 喔 塗地 我覺得塗地不管 在什麼時候其實真的還是非常重要 喔 這個 剛剛這個就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我身上已經中了那個 搗蛋 的追蹤了 我竟然還 我竟然還往前跑 好像還往後滾 你看魚又來了 剛剛等於說那一波 呃 防的不漂亮 然後我自己 做的也不夠好 然後 我現在走右邊 想要幹嘛呢 喔 防止有人偷襲吧 OK 土地 土地 這個 你的佔地面積越少啊 你能躲的地方就越少 所以其實土地是非常重要的 喔 喔喔喔喔喔 來來來這個 Jump Cancel 喔 不錯不錯 這個 還算是有用出來 但他感覺不是很熟練 欸這個就是準度非常差欸 你知道 滾了兩三次還殺不到人 好隊友又自殺了 來來來 欸 好 飛起來飛起來 好這個時候 欸這個這個蠻 蠻推薦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有 你有這個遠距離 你有那個叫什麼肉粽的話 先丟一個 先丟一個肉粽在他後面 然後拿魚的人 現在因為我紅雙槍我三 距離蠻遠的嘛 所以我在這裡對他進攻的時候呢 他會往後退所以他可能就會吃到後面這個 這個肉粽了 沒錯所以這也是一個 蠻好的進攻 的方式 欸好OK 這個準度真的不行 真的還是要再練一下 就是七彈畢竟還是一個肌肉 記憶的遊戲啊就是 呃你每次上場之前你可能都要去 打吧場啊打一下啊 練習一下那個手感啊這個這個真的還是 蠻蠻重要的 基本功的 好 OK 現在魚在中間 喔他們有持續在推進 喔他們有持續在推進 nice 先下個魚喔 因為已經有點逼近了 OK助攻 這個 還有七彈真的我覺得 畢竟還是一個團隊遊戲喔 助攻真的還是非常重要的喔 呃 左邊有一個人 哇 竟然剛好吃到 OK 啊 因為我覺得大家拿魚的時候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個想法 就是說每次只要剛好你一拿到魚的時候 就剛好敵人就會出現 所以這裡其實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在搶魚的時候你一定要 呃 躲好 等到 你的對手一拿到魚 你馬上出現的時候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馬上反擊的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看到這個 S加9的強度已經逼近X 等級了 OK 啊 被對方 jump cancel掉了 OK 你看我們隊友已經從右邊前進了喔 啊 怎麼樣 哇他還撐蠻久的欸 好剩9秒 現在這個時候很重要喔 很關鍵喔 很關鍵喔 喔好危險 OK nice 哇 感謝隊友 這個所以 呃 在最後關鍵的時候呢 通常你可以看到高手在玩的時候 他們都會 躲起來 然後的魚 游過去的時候 然後他就出來 出現 殺掉你 然後結束遊戲 就是每一個模式 他都有一個 他都會有一個 制勝點 就是 有一個關鍵時刻 就是 當然你在前面不管你怎麼推 或是什麼 這當然是最重要 可是 當你站著優勢的時候 在某一個時機點 會有一個制勝的時刻 在那個時刻 做出正確的判斷 非常重要 你就可以 一直贏 所以你 當然在看 在YouTube上面看 日本玩家 大部分都是這樣 他們都 在前面可能會一直死 不管怎麼樣 可是他在 某一個時間點開始以後 他就會 抓到那個關鍵 然後就 贏了 逆轉勝之類的 欸欸欸欸欸欸欸 對 這個地方啊 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個地方真的對 呃 敵人超喜歡 從這個地方 從這樣溜上來 然後可能 繞背啊 來打一個逆轉之類的 這個 這個地方大家也可以 記得就是說 呃 怎麼講就是 如果我們大家 大家都很習慣往這邊走 從這邊繞出去嘛 但是記得一定要 比如說如果已經有 兩個人在外面 你可能 如果你又是中場守的話 你可能就要繞回來這裡 在這個位置 或是在上面這個位置 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有人 想要來 投 魚在這個位置 算是蠻尷尬的 好 欸欸這裡 欸這裡其實可以跳得過去耶 OK 躲一下 好 躲 躲 躲很重要喔 你就看到 有時候你就會看到有人自己飛下來 欸你看你看有人飛下來 對對對 就有人會飛下來 有人自己會飛下來 那你就可以輕易的殺掉 對吧 因為畢竟 畢竟對槍如果真的是 一對一面對面的話 它還是會存在一些風險的 那跟技巧有關 可是 相對來講如果你要是 是躲著的話 那當然 你殺死敵人的機率一定就比較高一點 但我還是常常有時候躲好了 結果還是被人家殺死 就是槍法 季步如人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用一些 呃 不一樣的方法來 進攻 或是防守 OK 努力還是很重要 努力還是很重要 哇哇哇要被炸死了 好我都會看一下左邊 就是我剛剛說 看會不會有人突然 流上來啊 幹嘛之類的 就是我拿紅霜的時候 我會特別注意這個 然後這裡下面有一隻 魚要繞過來 魚要繞過來 OK 剛好 好險 啊啊啊這個 對這個 剛剛這個就不太好示範 其實我剛剛在滑上去的時候 我應該 稍微再等一下 然後看到有敵人的時候 我就應該要 退了 然後再加上 你跟隊友 一起出發 你跟 你跟隊友一起出發 這還是我還是很常遇到 就是你跟隊友 一起往前進 一起往前進 然後 但是你一定會有 位置的落差 比如說一前一後啊 或是怎麼樣 但是你發射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射到隊友 就是你的子彈 如果你是射在隊友身上的話 它是會卡在這裡的 它是不會出去的 就是很常 比如說搶魚啊 或是幹嘛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會擠在一坨 魚也沒破 然後你就會想說 奇怪我一直射為什麼 魚不會破 那隊友身上 唉唷魚現在在 我家 這邊 危險喔 在打S加9的時候呢 其實 這個戰力 已經 其實已經 就是 在打X了啦 然後 它這個 它甚至可能會 比X代 最底層 比如說 2000出 還要再更厲害 因為2000出的玩家 大部分 就是觀念 還是觀念上 就是整體 場關啊 跟它那個 站位啊 的觀念上還是差蠻多的 所以其實S加9的玩家 其實我覺得可能 說不定都有 有 在 2100左右 吧 就我說厲害 如果你那一場打得順的話 喔 危險危險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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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墨 沒墨 你看通常 我自己看我通常死都死在沒有墨的時候耶 就是這個墨水管理還是 做得很差耶 好現在魚在中間 沒人拿 下雨 好 畢竟 紅霜 不是 無印的那種有導彈喔 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利用導彈 可能來 在 當下把 魚打死 這樣 搶下來 但是因為是下雨嘛 下雨就是比較緩慢的 欸欸欸 大家有看到喔 這個 這個站位其實就還不錯 好 狙擊 PK OK 帶了一個 帶不了兩個 好現在已經是 三打二的情況囉 OKOK 我現在很焦慮 焦慮 通常 不要 要進攻都會很緊張 狂暗 阿唷阿唷阿唷 Nice 這槍法真的很爛耶 這槍法真的很爛耶 阿阿阿阿你看你看這個這個就是齁這個 站位算不好壓制敵人也壓得不好 剩13秒這種時候其實很關鍵喔 制勝點可能就會在這喔 這個時候你有沒有選擇站隊的位置 然後有沒有在隊的時機點放你的大絕 有沒有觀察敵人從什麼地方溜出來 我這時候就想說那我就躲在這等他過來 好 放一顆 好 大家有沒有看到剛這個魚是怎麼停下來的呢 再來看一次好了 呃 魚來的時候呢 我決定先丟一個炸彈在後面 然後變成說我從上面攻擊 他已經發現我了 然後我也丟一個炸彈在後面然後壓制他 雖然他最後不是被我炸死 但是應該有多少有吃到我一點點 我剛已經有兩下 我剛已經打到他 兩下了 然後大家有看到嗎 我的炸彈在這 我的飯糰啦 不是肉粽 一直叫他肉粽 飯糰 我的飯糰在這 就等於他剛來的時候我已經先給他兩下了 然後這個飯糰我記得好像是180吧 傷害是180點吧 然後他又離這麼近有一個範圍 所以基本上他一定會 砰就剛好停下來了 就是這個時候就是 也是蠻重要的一個制勝點 就是你能不能在四面八方都好 當然對方的 隊友也不是白癡 他一定會看說會不會有人投襲 但是就是 站好位置真的非常重要 好了 那我們現在這個S加9過關 OK 2070 欸你看大家 不是啊 這個你看這個2070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 不是吧 我我只是一個S加9而已 OK 好 呃 那個叫什麼 黑P 壽司 然後 NOVA 跟這個 重頭 看來 魚是破不了 破不了沒關係 但是不要死啊 喔 啊我剛講我就死了 對這個就是 蠻不好的地方 因為大家一定會有一些前鋒 會先衝上來做一個 擊殺 走右邊 走不一樣的地方 繞來繞去其實蠻重要的 OK 撿到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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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重頭呢 雖然說攻擊很遠 然後那個範圍很大 可是他 畢竟他還是會有一個 攻擊還是會有一個 那個叫什麼 遲緩嘛 反正就是他機動性沒有 沒有到非常強 所以其實抓準時機點還蠻重要 這個齁 剛剛這個擊殺啊 這個 這個啊像這個 就是 如果我們 這個 準度有練到的話 就是基本上 呃我們在進攻啊 不管是 你是沙漠或是什麼 看到敵人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能 呃我們眼睛的視線 等一下我換個筆 我們眼睛的視線 比如說他他 我們大概會知道 比如說這個敵人 他會從這裡下來 然後他會從這裡流過來 所以其實我們的那個準心啊 欸這兩個 這兩個準心其實是要這樣移 就是 往他的那個位置 這樣移過去 就是你要去 預判他可能會走的位置 這樣子 你很有可能在 跟他對槍之前 你就可以先殺死他了 就是大部分的高手在玩的時候 你都可以發現到這件事情 你就會覺得 欸他為什麼好像都知道 他走的那個位置 就是 你要去抓 你的 槍 射出去的速度 跟 他可不可以跟得上 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在打八場 是可以練習這個東西的 好我要來單批這個 我已經 基本上我現在已經做一個 算是 這 這怎麼講呢 如果說你的 你的對手 他的那個武器 是 某一個層面上 算是蠻牽制整個局面的 那你可以 你可以 牽制住他的時候 當然是有作用 但是你不能過度的 卡在那個 比如說 你的隊友都死光 魚都送走了 雖然說我現在已經是 有一點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是一個不好的示範 就是你還是要看一下魚在哪裡 你要去幫助他 因為少了一個敵人 我們 就多一個機會可以進攻 因為畢竟一個人 就算只有重統 他 也很 不容易可以把所有人殺死 不能說不行啦 當然 如果你這種 像GGBOYS這種高手的話 或許就有可能 OK 我拿到魚了 好 我先 哇 對 拿到 魚這種超重型武器的缺點 就是移動速度 超飽慢 然後再加上如果你的隊友都不幫你開路的話 嘖 就會很難 所以如果你要是 在魚的旁邊的話 你最好先幫他把周圍的路都先鋪一下 讓他 最起碼讓他自由移動的時候是方便的 OK 我來 偷洗一發 好 偷洗一發 只 上去 阿唷 阿阿阿阿 OKOKOK 最近發現 雖然說一直以來都是用紅霜打起來 可是 又覺得好像 壽司好像機動性比較強欸 所以我決定之後是不是來做一些 應該說來練一下 就是最近想要來練一下壽司 然後是噴包的 就噴包的那個制勝點是很容易做到 因為畢竟他飛起來就是一個巨砲嘛 我這個 這個不行 因為紅雙機動性是不錯 可是他畢竟是一個中長手 所以其實你在近距離的時候 他不會比壽司來的強勁 可是就算是近距離的武器 還是很需要大家幫忙塗地的喔 就算你再會殺 你沒有佔地 你還是很難 OKOKOK 喔然後我覺得這個 這個這個對槍嘛 就是很重要一點就是游走吧 就是你左右右游上游 然後再游回來 或是你繞一大圈繞到點後面 這是我還蠻常用的方法 不管是在紅雙或是壽司 就是你一定會起來 然後下來移到這邊再起來 然後再下來往前或往後 然後繞一圈之類 就是你 你我用體感在追 就算再怎麼追 他也不可能馬上再定位到那個地方 所以其實大家對槍的技巧 不外乎在於就是躲來躲去啊 然後找到最好瞄準的位置 就你的手是最好瞄準的位置 這其實是 蠻 蠻 蠻重要的喔 好勒 我剛剛這個為什麼我這個 這個飯糰一丟就可以炸死人呢 的原因是因為剛剛有人開鼠球嘛 那 倉鼠球 跟魚魔 跟這個水蓮 都是一樣的 就是如果 因為你你你把 飯糰丟過去 他馬上就會爆炸嘛 當然他馬上爆炸 的時候 他的那個衝擊波在附近 其實也是會傷害到人 譬如說假設 好倉鼠球在這 當然不在這 這裡會掉下去 就如果你的飯糰啊 丟 他的周圍 是有等同就是這個的 爆炸為例的 就是 雨蓮也是一樣 如果雨蓮我們從最上面來看的話 他是這樣下的 就你你如果飯糰 這樣丟的話 就是這一邊 這一波其實也是會有傷害 所以 所以就就 欸這個道理就跟那個傘啊 就是傘 不是都是 傘 我們遇到傘的時候他不是這樣嗎 然後他是往這裡噴嘛 然後如果你從 這裡繞到後面 在這裡往這裡丟一顆飯糰的話 他通常都會馬上被爆死 因為 你要精準的站在這個中間的位置 就是比較不容易 對 水一丟 欸剛好有人在那水還就被炸死 OK 好的 那個 對這個重筒啊 要殺死你 不知道為什麼殺重筒都超有成就感的 好的 呃現在 好 往這裡丟看能不能 OKOK 我應該可以繞過 OKOK 來了 好好好殺掉殺掉 好現在已經4040 充啊充啊充啊 這種時候就是 會想說快快幫我開路 快開路 開路 好 好 好 3 5 還 可 好的 然後這個 飛往戰場這件事情 就大概還是要 非常謹慎 因為你飛過去就死 就是 其實也是 那可以 白死 等於死兩次 OK 哦 啊 好丟喔 一下子是14個 剛剛那個 那個高點是 是 一個蠻重要的 呃 防守的點 可是其實也很危險 因為那已經很接近 那個 終點了 所以如果你一沒擋到 我基本上就是魚就送過去 好 現在2對2喔 7秒 來看一下 下魚 差不多要丟了 OK 好 躲好位置 好的好的 好 好 要怎麼防呢 好 我已經看到 有有有 就這個 有沒有 就是我要講的那個自勝點 有一點類似這種感覺 就是 我來 畫筆 等一下畫筆來一下 好 剛剛這裡有一個水波 應該是那個 NOVA NOVA在這裡 等一下就往前游了 然後其實當然我眼睛當然就是在看這一個 就是看他要往這裡走 還是要往這裡走 那麼 所以其實 好 他游過去了 好 這個時候呢 這裡有一隻嘛 然後這個魚在這嘛 通常來講 如果 我要是進攻方的話 我可能 如果我 我如果也是中場黑P的話 我應該要在這個位置 或是在這個位置 然後先往這裡 哇 都是黃的 先往這一個 靠 先往這一邊 就是 做 沙漠 因為這可能會躲人嘛 就是躲像我現在這樣 就是變成說還是 你還是要有一個 呃 譬如說 呃 譬如說這個 魚 魚在這嘛 那你前線一定在這裡嘛 那你一定會有一個配一個 比如NOVA在這嘛 那好 譬如說假設那黑P你可能會在 這個位置或是在這個位置 那你重統當然來講可能就是更後面 你這樣子才可以算是一個陣型 然後一起往前進 對 好像在講一個什麼 進攻 對啦 其實也是一個軍隊式的進攻 OK 對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它 直接停下來 然後 就會傻眼 為什麼會有人躲在這 大概是這種感覺 OK 好 我覺得每次講解 我只講三場就已經快要那個了 就已經快要30分鐘了 OK 但我對還是很照啦 這個殺敵數也是非常誇張 所以我才說 唉唷 所以我才說 這個 就是 我才說這個 S加9其實基本上已經 絕對足以是 足以是X上面的等級的這個東西了 好 那因為我打到X以後 我記得我好像還有三場吧 所以我決定把另外三場在分作下半 下半集 然後來跟大家講 好所以今天呢 這個 戰後分析的影片 搶於S加9的前半部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大家 在7彈上啊 有一些 疑惑啊 或是 想要有一些不一樣的分析的話呢 其實也可以留言給我 然後給我一些更多的意見 然後我就可以來做一些更不一樣的影片 對 最近也是想說 我想要讓 欸不知道如果大家有看那個頻道的話應該會發現最近有上傳一些Vlog這個東西 就我是想說可以 把 因為我覺得我發現我做的東西還是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分享給大家看一下說 這個 到底平常都在幹嘛呢 為什麼沒有在做影片呢 為什麼沒有遊戲 為什麼沒有直播呢 那你說你工作很忙你到底都在忙什麼呢 說不定我可以用一些不一樣的方法可以呈現給大家看一下說 到底 有做多少樣子的事情 說不定其實是大家無法想像 也說不定大家都會覺得這其實也還好 OK好 總而言之呢 今天的這個影片 第一集大概就先這個樣子啦 謝謝 掰掰 先聊下次才會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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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